远方的家长城内外市立组 继续在内蒙古阿拉扇盟的行程 在阿拉扇右起 看牧民比赛剪图锚 使出最大的进来 看能不能把这个绳子给拉断 一 二 三 猶 感受民间体育项目赛陀 现在第一名的骆驼已经看出来了 参加古老的蒙古族剪发仪式 剪发仪式 最在我们蒙古族的小孩成长过 这个占以很大一个位置 因为说这是特别重要的转折点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76集 美丽妥乡阿拉扇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市立组 继续在内蒙古阿拉扇盟的行程 离开阿拉扇走起 我迷路去车前往阿拉扇右起 阿拉扇右起总面积有七万多平方公里 这里地广人稀 大部分地区是沙漠和戈壁 年降水量不足一百毫米 植被主要是缩缩等杀生植物 它们也是阿拉扇特有双风陀的主要木草 我们在路上经常看到公路两旁成群的骆驼 设置组来到阿拉扇敖包镇的贡达来嘎茶 听说当地牧民几乎家家饲养骆驼 还发展起很多与骆驼相关的家庭产业 从右骑过来开车大概有三个小时 这点距离对我们来说确实十分地亢奋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并不再是高楼大厦 而都是这样的荒漠草原最重要的是望着天边的云卷云梳 心情会变得十分的惬意 但是我们今天为了了解当地的生活呢 也是请到了巴格纳老师 您好 巴老师您好 辛苦了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一路走过来看到很多这个奔跑的骆驼 我就特别的兴奋 这些奔跑的骆驼是不是是散养的呢 还是说是野生骆驼 不是野生骆驼 这就是我们牧民的家庭 养家的养生骆驼 您说的就是散养的这些骆驼 可是我看到的离这些地方很远 而且没有主人呢 他们会不会跑 他是这么个 这个骆驼不是说是每天要过去 主人要放 他就是平时骆驼就在汤里面 到那个吃水的时候来到这个井上 主人过去把那个水给他饮上就行了 巴格纳今年52岁 是当地一位民俗文化学者 听他讲 独特的自然环境 是阿拉萨自国以来 就是骆驼繁衍生息的天堂 全盟最多时 有25万封骆驼 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是名副其实的骆驼之乡 当地牧民不仅饲养骆驼 还传承着古老的祭驼 塞驼等习俗 为了了解这些习俗 巴格纳带我们来到一户牧民家做客 热情的主人等候在门口 用蒙古族礼仪欢迎我们的到来 男主人名叫阿拉腾乌拉 今年41岁 他的妻子名叫阿都勒曹 今年36岁 当地牧民迎接贵客时 不仅要庆献美酒 还要端上一碗骆驼奶 这是骆驼之乡的独特习俗 我喝吗 这是拖奶 这是我喝 对吗 七十九 你酿对吗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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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人 喝过拖奶和美酒 我们跟随主人走进家里 阿拉腾乌拉家有五口人 我们来的时候 正赶上他们要为小儿子 百拉古森 举行人生中最重要的剪发礼 可爱的小朋友 嗨 还在吃着冰淇淋 太可爱 他今天几岁了 五岁 五岁 今天要给他剪发 我听说好像在当地来说 这个剪发医生还挺重要的 是了 必须的 这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 剪发医师 不管男孩女孩 必须的精心 剪发里的习俗 尤拉已久 是当地蒙古族牧民 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礼仪之一 那为什么要选在今天呢 今天 这是咱们的当地风俗系 可能就是黄到今日 就是喇嘛 看似生成八字 就是定的经典 这个剪发的日子 还必须要选出来的 是 那就是说是现在 是现在剪发 还是说是一天当中 什么时候剪发比较合适 现在等一会儿 他们的量生机是到了 他就可以剪发 在阿拉山 蒙古族人家的小孩出生后 要把头发留到三岁或五岁时 举行隆重的剪发仪式 以此来祝福孩子一生健康平安 其实这个剪发仪式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所以我看好像所有的来到的亲戚 还有朋友 都是穿得特别隆重的这种民族服饰 是是 我们剪发的时候还 挠点小活动 小拿大帽 娱乐娱乐 你这个骆驼文化的一类的 那个拿大帽 塞个托 在举行剪发仪式时 家里的亲朋好友都会来参加 就像一次家庭盛会 通常在剪发仪式前还要举行 祭陀 赛陀等民族活动 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剪发仪式 并不单纯的是剪发仪式 里面还有什么赛陀 还有鸡奶子 还有这样活动穿插在其中 对对对 是都是这样吗 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吧 从这个机会 请起朋友 聚一下 聚一下 热闹热闹 提一提精神 就是这么一样 我发现您家的这个房子特别的大 有多大 六百多平米吧 六百多平啊 家里几口人 五个 五口人 住六百平有点太大了吧 咱们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是集拖奶嘛 外面人过来 外地人过来 尝个新鲜 喝个拖奶 阿拉腾乌拉一家人 一直从事骆驼的饲养 靠卖拖奶和拖戎 每年能有十级万元收入 2009年 他还开发了家庭 驼奶疗养所 为客人们提供新鲜的驼奶 那也就是说 还发展了这个旅游产业 平时来的客人多吗 秋天 你看一到夏天 秋天可能就来的多一些 饲养骆驼已经成为 当地牧民的主要生活来源 多的人家有上百封骆驼 少的也有五六十封 平时一有空 大家就会聚在一起 进行赛托等民间活动 那现在这个时候 大家要去做什么 我们现在不是今天安排的 人也来的差不多了 可能就我们现在的 捡猫比赛 鸡拖奶比赛 就这些活动 就是您说了 我们现在就除了在等 这个剩余的客人之外 还要开始准备 那边的活动了 是 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可以了 阿拉腾乌拉甲 养了两百多封骆驼 平时在戈壁滩上散养 渴了时就回来喝水 一次饮水量能有五十多升 这一看好像就是 经常接触人的原因 所以这些骆驼 对我们并不是很害怕 而且就是它看我们的时候 就像我们看它一样 尤其这个小骆驼 它有多大 它可能是下来三天不到 这是它妈妈吗 是的 我可以去摸它吗 可以 听阿拉腾乌拉讲 成年公驼高约1.7米左右 体重达到800斤 而刚生下来的小骆驼 也有一米高 体重超过40斤 骆驼寿命在40年左右 一般是两年产一胎 孕期是13个月 繁殖期在每年的四五月份 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听到那边好像已经 就是大家都聚在那边了 那边是已经开始比赛了吧 那边你看那么多人 快了 开始了 在阿拉山 骆驼不仅用于生产生活 人们还把骆驼 引入到民间体育比赛 我们看到很多牧民 正在比赛剪驼毛 你看这个毛 它是这样一长条的 对 它这个剪毛 它是有什么样的规则吗 它为什么要就是剪完之后 马上要把它给搓绳 这是什么意思 比赛嘛 你看一般都是 咱这个原先的话 这个前些年 都会比常规的 每年春季 比赛骆驼脱毛的时候 当地牧民常会举行剪驼毛比赛 这就叫一心二用 而且我发现好像这位大爷在搓的时候 你看 这个手特别的灵活 很娴熟 我相信 就是我们看着这么简单 但如果说我要真正的这个上手 去编的时候 可能就不会像这样 你看我看这个手 好像一直是这样揉过来揉过去 像打太极的感觉一样 牧民们三人一组 一边剪驼毛 一边将剪下来的驼毛搓成绳子 怎么去平定它的这个输赢 就是输赢的速度比较快 这位牧民名叫俄尔登达莱 是剪驼毛比赛的裁判 听他说 阿拉善蒙地光人稀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 牧区的生活用品比较匮乏 人们便用驼毛来搓成绳子 慢慢地搓驼毛绳 便成为了当地一项 传统民间技艺 我看这边和钢材就不太一样 因为钢材的时候 好像就是在干搓 但是这边你看 我看这位大叔一直在拿这个水 就往上在浇水是吗 他为什么要去浇水呢 它是磨干的 磨擦力就强了 要不是干了以后 它没有磨擦力 沾上这水就有磨擦力 由于在生产生活中 牧民们总结出很多劳动技巧 所以比赛中 大家所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我还以为好像就是在这个 搓毛还有剪毛的过程当中 就是大家的手法都是一样的 没想到每一组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第一组就基本上是靠着这个灵活的手 一直在干搓 然后第二组的时候往里加了很多水 不一会儿功夫 几组牧民都剪完驼毛 编好了驼毛绳 比赛规则是看哪一组牧民 驼毛剪得最快 编的驼毛绳也最长 我看一下这有多长 两米 将近三米了吧 将近三米 这真的是将近三米 你看到这儿 我是有一米六 这是一米六二 然后一米五多 三米 那是不是剩下的几位 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我看这个绳子有多长 尺寸是差不多的 阿拉善脱毛绒久夫盛名 由于其纤维细长 手感柔软 保暖性强 非常适合制成服装或毛毯 据说清朝时还曾被选择贡品 就是会不会扯断 不会 不会 承重力有多少 有多少 他能可以拉到一个二十二 拉一个皮卡走 拉一个皮卡 就这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二百斤子 就是二百斤子的东西 可以推起来 那这样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吗 我们现在提尼这样 对 就是你跟我一起拉一下 咱们试试看能不能就使出最大的劲来 看能不能把这个绳子给拉断 来 来 你那边两位 我这边两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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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九 使出最大的劲 大家两个吗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刚才 我相信肯定各位都已经拼命使出所有的力气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我的这个手指累的全都是没血了 就这一会儿忽然就变白了 我相信应该各位老师刚才都使出最大的劲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下子就积了很多的血你看啊 说明这个绳子的这个力量还真是挺大的 我看刚才您拿这个是剪驼的这个工具 剪驼毛的工具 这把长长的剪字是剪驼毛的专用工具 当地人称作发剪 它既便于鞋带也很实用 我刚才摸了一下还真是挺锋利的 你看这个刀刃都是很快的 那我其实能拿这个试一下吗 这样 然后怎么剪 一个手这么短 一个我看一下啊 这样抓 这个手从这儿抓 这样 就是这个剪刀真的是不太好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就是我使劲了 您知道吧 就是我使劲了 你看现在是错开的 你不会抓的 我真的是不会抓 我给你剪 对 小心手 剪成了没有 真的不一样 剪成了没有 这是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 这个还是要练习 对 剪驼毛比赛来源于牧民们平时的生产劳作 已体现了牧民与骆驼之间的亲密关系 比赛完剪驼毛 牧民们还要进行挤驼奶比赛 阿都勒曹正在一封落朵前挤着驼奶 由于驼奶的营养价值很高 每斤驼奶在市场上能卖到五六十元 给牧民们增加利比不小的收入 在挤驼奶的时候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至少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只要安静下来 能听到那个驼奶的那个就像流水一样 唰唰的声音特别的快 但是我曾经在新疆的时候 就是拍摄过几坨奶 我知道几坨奶很费劲 就是它不是就是说 还没有像挤牛奶那么简单 骆驼的产奶期每年有十个月 阿拉腾乌拉加有二十分母骆驼 每分母驼一天能挤大约一斤坨奶 要搭到这个手上 还这样 几坨奶时 要用一条腿顶住奶桶 还要保持身体平衡 我觉得您这是经济独立还挺难的 要这样盘腿是吗 左腿 对对 这样 对了 是这样是不是 可以了 挤出来了挤出来了 真的挤出来了 曾经挤过坨奶 然后我当然记得是 就这个坨奶一定要往下压 把这个奶水挤出来 但是当时的时候还没有学这个姿势 今天把这个姿势学会了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动作真的是还挺难的 虽然好像就是说经济独立的时候 整个的重量靠在这个坨的身上 但是因为我这个胳膊呢 就是第一要是靠它的力量 然后第二呢 就是这个捅的力量 是完全压在我的手上的 两个手还要来回的使 就是加力对不对 所以呢 那你还会很难 就是所有就是力量 都要使出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身体还是挺累的 对 这还真的是挺难 谢谢您 还有今天算是 又学了一点点的东西 感受民间体育项目赛佗 现在第一名的落多 已经看出来了 参加古老的蒙古族剪发仪式 剪发仪式就在我们蒙古族 小的成长国之中 在以恒大鸣制度的位置 牧民们要骑着骆驼 围着相读台 顺时针转三圈 祈求在比赛中 能取得好名次 参赛骆驼 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其速度和耐力 都是最好的 在选骆驼时也有讲究 要挑选体质好 腿长的骆驼 要腿长一点 这个 这是最标准的骆驼是吗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腿长 还有是不是说 肌肉比 就是比较有力看着 这些骆驼一般都是典型的 骆驼 你看腿空的 你看肚子都没了 你看 空的都 就是其实像和人一样 就是说这个肚子上不能有肉 就是一定要很这个筋状 腿要长 大长腿 所以跑得快 还有这个腿上的肌肉 一定要发达 肚子上的肉要少 你为啥呢 它那个 跑步比赛的 就那个减肥嘛 就跟那个减肥一样的 就是 就是这些骆驼一看就是经常进行这样的比赛 所以它们就会很灵活 民间赛托活动主要分为速度赛和表演赛 其中速度赛是最常见的赛托形式 每年纳达姆升会时 都有几百封骆驼参加比赛 场面非常壮观 各位是不是这些骆驼都是自己家的 自己家的 都是自己家的 那你们挑出来的都是家里最好的骆驼了吧 对 那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是认为自己家的骆驼都是最好 那大家能想一下 就是谁觉得自己骆驼能跑第一吗 谁也想到第一 谁也想到第一 那我听您这口气 您这对自己家的骆驼特别有信心吧 对 您看您这骆驼特别的镇定 在这肯定是 参加过比赛吗 参加 参加过几次了 十几次 十几次 拿过第一吗 拿过 几次 五次 十多次 五次 其实百分之五十的这个胜利率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些骆驼现在都跑起来 看着怎么样 牧民们经常参加赛托 经验都很丰富 他们手勒将绳一字排开 只等出发的口令 随着巴格纳一声令下 牧民们骑着骆驼冲出起跑线 戈壁滩上立刻扬起一阵尘土 骆驼奔跑时的速度 能达到每小时四十公里 如果是慢走 一天可行进七八十公里 因此也成为人们过去 主要的交通工具 虽然骆驼奔跑速度没有马快 但骑耐力却远胜过马 在阿拉山 就有骑骆驼追野马的激俗 人们利用骆驼的耐力和持久力 对野马穷追不舍 最终将野马制服 骑手们驾驭着各自的骆驼 互相追赶着 而驾驭骆驼也有技巧 它和骑马不太一样 赛途时不能连续抽打骆驼 否则骆驼会不服从主人的趋势 而将绳要松紧适度 让骆驼始终昂着头奔跑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 就看到几封骆驼从远处向终点跑来 现在第一名的骆驼已经看出来了 这第二名 第三名 就是本来想着这个骆驼应该是成群截队的 可能前后的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也仅仅只是三公里的距离是吗 这些骆驼的耐力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们知道刚才看到 刚才就知道 其实它的速度和马比应该会慢很多 但这个骆驼好像它的耐力会更好一点 进行完赛驼 牧民们骑着骆驼回到乡炉台前 还要再转三圈 这时阿拉腾乌拉的母亲 道勒姆提来一桶驼奶 并将驼奶泼洒在骆驼头上 以此来为骆驼祈福 这个祭驼是为什么 他就是骆驼跑回来以后 给他奖励 谢谢你了 你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就是这个 那是祭驼是祭所有的驼吗 还是说只是得第一名的 所有的驼都可以祭 听巴格纳讲 在阿拉山 一直以来都流传着古老的祭驼习俗 这是一种融合了宗教信仰 和家畜崇拜的传统习俗 由于骆驼是牧民家中最主要的牲畜 给人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它也被奉为家神 所以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寄驼民俗活动 寄驼仪式后 就要为赢得比赛的骆驼颁奖 获得第一名的骆驼称为头驼 也叫冠军驼 颁奖前 首先要为头驼引诵头驼赞 骆驼它的妈妈是什么样子的 它的那个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传统这个骆驼是早几代都拿第一名的 就讲一下这个骆驼它的这个历史 家族历史 家族历史 什么什么什么 这算什么 听巴格纳说 骆驼具有吃苦耐劳 质朴坚韧的品质 这让牧民们对其更加深爱 而长期与骆驼相伴的阿拉善人身上 也具有这种吃苦耐劳 坚韧顽强的骆驼精神 算是一种荣誉 然后把这个哈达献给它 念完头驼赞 要为获得第一名的牧民颁奖 奖品是一封成年白骆驼 祝福你啊 希望你下次的时候 再牵着你们家的这个骆驼参加比赛 谢谢 来一只白驼 获得第二名的奖品是一只羊 除此之外 对其他参赛牧民也都有奖励 还要把它抱起来 牧民们娱乐 骆驼在生产生活中 结下了深厚的情感 在阿拉善 人们把为家庭做出巨大贡献的骆驼 视为家里的工程 即使骆驼老了 也不会将其杀掉或卖掉 你看这个骆驼 现在并不仅仅用于草原上的人们 他们的生产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是 他们现在也开始了一些竞技比赛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的挤驼奶 还有捡驼毛 还有刚才的骆驼的赛跑比赛过程当中 所以就是说这个骆驼和当地的人是分不开的 最重要的是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奖品快搬完了 搬完这个奖品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更重要的这个简法仪式了 骆驼已经成为阿拉善人心中的骄傲 2008年 阿拉善蒙古族养驼习俗 入选的国家级非武制文化遗产名度 我们回到阿拉腾乌拉甲 这时亲朋好友们已经围坐在桌前 准备为五岁的百拉古森举行剪发仪式 听阿拉腾乌拉讲 在阿拉善 剪发里是非常隆重的民俗活动 剪发仪式开始了 先要请司仪朗诵祝词 听巴格纳讲 祝词是对孩子一生的教育真言 其大意是祝福孩子长大后 能像熊师一样勇猛 像骏马一样矫健 并且长命百岁 幸福即将 你看 现在这小朋友端了一个棚 我看到里面还有五股杂粮 这个里面是除了五股杂粮还有一把剪刀是吗 剪刀一块就要用 一块剪的头发是会用剪刀 但是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头发 嗯 头发是 这是她的头发 要保留下来 要保留下来 两个孩子头发都放在一块 为什么呀 这就是一个传统 因为他们就是 轻轻嘛 轻轻的用和它更轻 那这样的头发放在五股杂粮里面要保存多久啊 它这就放在家里面放着就行了 因为成长手 就放着 一直就放着 就一直放下去 嗯 对 按照当地习俗 要请家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辈 第一个为孩子剪刀 然后亲朋好友再依次剪 82岁的道勒木老人 作为家族中的最年长的人 拿起剪刀 准备为孩子进行剪刀礼 在祝福声中 老人为五岁的百拉古森剪下一缕头发 其实我看就是剪头发 剪的并不是说像我们那样理发 把这个头发全部把它理下来 而是就剪那么一点 剪那么一点就行了 嗯 为什么 就是那其实是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可以剪 对 每一个人都要剪 所以那你不能一个人剪 完了下一个人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意思 宾客们依次为孩子剪着头发 听巴格纳讲 在剪发仪式上 亲友们还要向孩子许诺礼物 一般都是生储 这些生储也成为孩子人生的第一笔财富 他剪完以后 他给他承诺的是 我要送给你一只羊 送羊 送一只羊 那是今天就送吗 还是什么时候送 这个不一定 不是今天 就是今天他说好以后 将来 听巴格纳讲 等孩子成年后 这些生储就是孩子独立门户时的最主要的财产 长大了到那个一结婚 这些东西他父母要带给他结婚的时候就带上去 那在草原上的人们家家户户都这样吗 都是最主要的 剪发礼是阿拉萨蒙古族最重要的人生礼仪 它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关心和祝福 也是孩子人生成长的第一步 亲友们为五岁的百拉古森剪过头发 主人端赏菜肴和美酒 人们唱起蒙古族长调 开始了欢庆活动 剪发礼仪式就在我们蒙古这种小班成长过这种 占以恒代有很多位置 因为说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他自己有的这个什么呢 有自己的财产嘛 特别重要 所以呢 人们特别重视这个活动 所以来了之后才感觉到 今天真的是一个大好的日子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在他们三周岁五周岁或者七周岁的时候 要选择一个良辰及时进行这个剪发仪式 剪发呢除了收到各个亲朋好友的祝福之外 最重要的是可以积累一生的最初的财富 对对对 虽然今天呢我并没有带来什么样的礼物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送给今天的小朋友 希望他能够着丈成长 然后在今后的人生当中 能够越来越美满越来越幸福 好谢谢谢谢 对于蒙古族来说 歌声承载了祝福与欢乐 也表达着心中的真情 这优美的歌声 不仅传递着对孩子的美好祝愿 也满含着人们对美丽家园 所拥有的一份深深眷恋 穿行沙海 探访美丽的巴丹吉里沙漠 被我吓到 是因为我刚才喊叫的 是不是很多人到这里沙漠来之后都会吓我这样的感觉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176集 美丽妥乡阿拉山 正在播出 离开阿拉腾敖包镇 设置组驱车前往巴丹吉林沙漠 巴丹吉林沙漠 被誉为中国最美沙漠 其大部分位于阿拉山又有其境内 我们大约行驶了三个多小时 就到了阿拉山国家级沙漠地质公园 在我身旁这广袤的沙漠 就是巴丹吉林沙漠 它是中国第三世界第四的沙漠 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沙漠 这片沙漠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 因为它具有世界上最高的沙山 落差距500多米 星罗旗部的分布着140多个湖泊 就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沙漠当中 要出发了 我们大家也是在做着充分的准备工作 我们设置组也是第一次 要进入到巴丹吉林沙漠 所以接下来的旅程 我们是充满期待的 要遇到什么 看到什么 让我们一起见证了 为了进入巴丹吉林沙漠 设置组做了充分准备 不仅携带了几天的食物和水 还专门邀请 具有沙漠行车经验的越野车队做保障 在进入沙漠前 司机师傅们先给轮胎减压 做好准备后 车队驶入沙漠 美丽而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 逐渐展现在我面前 巴丹吉林沙漠 是世界第四大沙漠 总面积有4万多平方公里 这里不仅有高耸的沙山 静谧的湖泊 还有无数怜悯起伏的沙丘 犹如仙女舞动的裙带 壮美的沙漠奇景 也吸引着人们前来探寻 随着越野车 不断地翻越着一座座沙丘 我们也感受到 上下颠簸的越来越厉害 您说的是我手随便放一个指点 是吧 嗯 但我现在不知道 我的手应该放在哪个地方比较好 你觉得放在合适 哪舒服呢 哪都不合适 啊 吓死我了 吓死 您不可能害怕吧 害怕 你会害怕吗 我让你吓会 被我吓的 是因为我刚才喊叫的是吗 是不是很多人到这个沙漠来之后 都会吓我这样的反应 这个车现在几乎是呈45度的斜角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都会这样 我们的向导名叫胡鸿德 今年38岁 他一直从事沙漠汽车运动 曾多次参加过国内外汽车拉里赛 尤其擅长在沙漠中行车 还获得了沙漠王的称号 你知道吗 我现在跟您说话的时候 我必须要特别地分心 因为我必须要想着咱们俩聊天的话题 最重要的是我还要担心 如果在翻越这个沙山的过程当中 往下滑的一瞬间 我必须要保持平衡 不然我的心脏会有那种 坐过山车的感觉 坐在越野车上 翻越联名起伏的沙山 感觉就像在波涛翻滚的大海上航行 每当汽车奋力冲上沙山 然后又突然向下俯冲时 都会令人感到十分惊险和刺激 您是小时候就生活在离沙漠别的地方吗 生活在离沙漠大约十来公里的地方 我是牧民放牧长大的 那就看着这边沙漠长大的 看着沙漠长大的 虽一点都不惊奇 以前是老是骑骆驼进来 以前的交通工具沙漠之州 咱们在这里面走只能是骑骆驼走 听胡鸿德讲 巴丹吉林沙漠充满了神秘和未知 至今还有一万多平方公里的沙漠 未曾有过人类足迹 因此称为沙漠探险 旅游和摄影的理想之地 每年都会有众多的国内外游客来到这里 您可能是真的穿得挺多了 所以在您开着车带我们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始终在您脸上没有看到有什么样的惊喜 或者说是担心或者是害怕 唯一刚才的害怕还是被我吓到的 对 是因为走得太多了是吗 太多了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像是被 麻木了 无所谓了 反正就这样觉得挺自然的 巴丹吉林沙漠海拔高度在1100到1600米之间 沙山高大而密集 海拔最高的碧鲁屠沙峰 有1609米高 相对垂直高度在500米以上 被誉为世界沙漠珠峰 你有没有从500多米的沙山上翻阅下来过 我还开车曾经和外面我们外车的帮车友去开车冲刺那个所谓的沙漠珠峰1600米之间的那个 1600多 就是飞上去再飞下来 不是飞上去 开车爬上去 对啊 一会儿的这样往上爬 爬到我当年曾经爬到就是原装车啊 咱们的量产车 爬到1578旅 听胡鸿德讲 巴丹吉林沙漠最佳的旅游季节是每年的5月到10月期间 那时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 非常舒适 不过由于沙漠中早晚温差大 即便是夏季来这里 也要准备长袖衣服 并且还要携带充足的食物和水 特别特别 啊 在翻越一座30多米高的沙丘时 由于车头高高翘起 让我们都惊出一身冷汗 在巴丹吉林来说这就算特别特别平坦的了 您说的这种所谓的特别平坦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 也是让我们心脏好像就是在旋空一样 就是我现在觉得好像就是走过多长时间 就是经历过多少次的过山车一样 就是一直在坐过山车的感觉 对 听胡鸿德讲 随着近年来 巴丹吉林沙漠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很多探险旅行爱好者来到这里 也给这片沉寂已久的沙漠带来了升级 车队行进了大约十多公里 就到了著名的巴丹湖 这个湖算是我们从南边进来之后第一个湖 对 这就所谓叫巴丹湖 这是一个淡水湖 所谓的它不是有 巴丹吉林有144个湖湖吗 听胡鸿德说 巴丹湖是罕见的淡水湖 由于风景秀美 宛如镶嵌在沙漠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当地人也把它叫做宝石湖 巴丹湖水域面积有138亩 湖水宁静而清澈 水面上星光闪耀泛着微微波纹 我觉得是让我们感觉到很惊喜的是 就是因为这旁边就是沙漠 这儿是湖 你说这个风沙这么大 为什么说是这个沙子 就没有把这个湖给淹没掉呢 它那个就 我们也是听他们杀说的话那些 河河口的那些人说 就因为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河研究地理的人 还在变弄的 没无法变弃的东西 我们觉得它就是青年山过来的 因为咱们这青年山也就是100多公里 从张叶山的河西走廊里面 一直是青年山 沙漠腹地向来都以缺水而被称为生命禁区 可巴丹吉林沙漠中 具有如此多天然湖泊 不禁令人称奇 别的沙漠我们也走过好多 就是说是里面充存没有那些生命迹象 但是在巴丹吉林不一样 到处都有水 到处都有生命 目前巴丹吉林沙漠中 已探明的湖泊有140多个 俗称沙漠千湖 其中淡水湖12个 这些湖泊千姿百态 风景各异 但最著名的就是巴丹湖 这里水质清澈 最深处有6米 即使在沿东也不会结冰 如果从沙山上向下俯瞰 能看到湖中游动的鱼群和沙山倒影 巴丹湖 这个综合了巴丹吉林 所有这么多在这 你看 沙山 沙山簇拥下的湖泊 晶莹剔透 与沙漠金黄的底色 形成了鲜明对比 湖泊四周芦苇丛生 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韵味 在浩瀚的沙海中 这星星点点的湖水 也为沙漠平添了几分升级 车队继续向沙漠腹地进发 而越往里走 沙山越高大 坡度也越陡峭 眼前沙涛起伏 宛如卷起的滔天巨浪 车队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 在一座高大的沙山上 我们遇到了几位 在此休息的游客 你好 我刚刚在新加坡看到你的节目 我就知道了 真的 看过我们的节目 谢谢 我听刚才听各位阿姨说 你们是从新加坡来的是吗 通过交谈得知 这些游客都来自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 他们游览过中国西北地区的 很多地方 而巴丹吉林沙漠 却给他们留下了 最为深刻的印象 专门过来的 专门过来的 还没有的嘛 中国的几个沙漠都看过了 这个是最后一个的 能跟我说说这个巴丹吉林沙漠 和您去过的其他的那些沙漠 有什么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它美了 怎么美 它美了 它形状啊 轮廓啊 各方面啊 都很好 但是您不是去过 三丁 三丁我还美啊 这里 很多形式 嗯 还有湖泊 我去看湖泊 我去看湖泊 嗯 其他的都 很少湖泊 很少湖泊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每看到一个湖泊 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 就是没有动力的时候 忽然注入了新的力量一样 想跳下去 这里与世无证的宁静 和奇妙的沙漠风光 令人流连忘返 如今巴丹吉林沙漠 每年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 前来探险旅游 我长这么大的沙漠 我去的几个沙漠没有这个 整天看到我们 这么大 辛苦也是要来 其实走沙漠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对 但是我也是要好 我们来 巴丹吉林沙漠 以其独有的魅力 征服了无数来自的游人和探险者 这几位游客兴奋之余 还即兴唱起了家乡的歌谣 我们大家来歌唱 唱一起祝福 一般快乐万事无奈 我没有想到 好像就是在我们拍照的过程当中 是如何各位阿姨忽然唱起歌来 被称为生命禁区的沙漠 忽然就有了很多的活力 让人的瞬间变得很亢奋 神秘而美丽的巴丹吉林沙漠 让酒居都市的人们 感到无比惬意 也将留下很多美好的记忆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是刚刚进入到沙漠腹地开始 接下来还会有这个珠峰 还会有神圈 还会有神庙 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期待 很期待 现在算是开始 我终于见到你了 原来没想到我们远方的家 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就是看到这个细细地 我们都会看到民情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喝个饮吧 来来来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巴丹吉林 我们来了 如果没有走进沙漠 很难领略到茫茫沙海的 雄魂状态 巴丹吉林沙漠 就这样静静地守护在这里 等待着人们一次次地探寻 大眼飞过老欧墙 明月照在高欧台 梦里土林沙漠 梦里土林一阵 醒来桑天沧海 梦里土林一阵 醒来桑天沧海 谁在吟唱那首出塞 一腔血 始终澎湃 起盼我长风万里 无前载平泽接牌 一方青转一曲万人的 此牌 起盼我装置浩埋 万明天此情可待 山河如花 山河如花 水影前 有长 天 浪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市之族 继续在巴丹吉林沙漠的行程 夜宿牧民家 感受牧民的生活变迁 走进巴丹吉林庙 看珍藏已久的蒙文版经书 探访沙漠深泉 挑战被誉为沙漠珠峰的秘鲁徒峰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下集播出第177集 守望巴丹吉林 敬请收看